澳洲拟规定要入籍得先通过英语绘画测验 澳洲政府计划 要求所有申请入籍或永久居留权的移民 接受英语绘画测试 借此为外来移民学习英语提供诱因 协助他们融入社会 估计澳洲目前有近100万人不安英语 澳洲总理腾博尔去年提出 在公民入籍测试中加入英语水准评和 因被指试题过于艰深 提案未能在国会通过 报道称 当局咨询移民及商界团体一线后 决定修订考核模式 改为水平较浅的英语绘画测试 大概是小学程度 联邦多元文化暨公民事务不长图级 Alan Touch 14日正式公布新措施 外来移民现在要取得澳洲永久居留权 必须以英语接受评和 但不需接受语文测试 移民部门对透过家庭团聚或人道计划 入籍的申请者 也莫有定名语文能力要求 keh者 蔡庭团聚 转发 辞制音乐 那些语声